有的人买车活该买贵啊 宝马涨价之后反而看车的人多了 熊的嘛 你们可以看一下20年上半年宝马整体一个小量 再对比一下20年下半年 你会发现20年下半年当时芯片短缺 宝马5系涨价几乎没有优惠 但是也是卖爆炸了 反而你看看今年上半年 尤其是四五六 这三个月优惠给你干蹦起来了 宝马5系低配525 当时全款都能给你干出来11万优惠 现在呢涨了2万 再过两天涨啥万了宝贝们 就这样的情况下 看车的人趋之若鹜 这不纯纯扁插脑袋嘛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兄弟们 你们不可能下半年买车比上半年都贵吧 买高价车还不是直接给他推高的 想见S9马上来了 问记M9销量起飞了 一想全系现在卖的也不错 两年前没有这些个新私利造车 甚至去年整体新私利销量也一般 但是今年直接销量给你干起飞 在这种存量市场里边 宝马涨价他也卖不了多少 有可能一种原因 宝马知道现在降价也卖不出去了 包括奔驰跟奥迪 最近也有要涨价的苗头 涨价咱就不干 同意的点赞 祝你们坐享气场越来越好 满满的能不劳而获 每天给你们分享新车二车行情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 董事弟将要排行榜 我怕你气得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 可以去董事弟看一下 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